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前执行长Pat Gelsinger-帕特基辛格,过去两年,在无数个场合,生死历劫地推销他的IDM2.0战略,既做自己的产品,又给别人做代工。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华尔街还是西谷,都将其视为PPT造梦。 IDM模式在PC和伺服器时代曾是英特尔的护城河,但在行动装置与AI时代,它变成了一把沉重的枷锁。 AI时代的晶片需求呈现出极度的碎片化和爆发式特点。 IDM企业自建产线,固定成本齐高,折旧周期极长。 这就面临一个死结,产能见小了不够用,见多了没人用,就是巨额亏损。 这种模式在需求波动巨大的当下,显得笨重且缺乏弹性。 为了转型晶圆代工,英特尔在18a等先进制程上砸下了天文数字的资本支出。 然而回报呢? 半导体分析机构Semi-Analysis给出的数据令人心酸。 2025年,英特尔晶圆代工外部营收预计仅为1.2亿美元。 这个数字甚至不到台积电同期收入的欠分之一,投入如山海,回报如涵流。 这就是此前英特尔股价腰斩在腰斩的根源。 但当知名苹果产业链分析师郭明基,12月初发出那条英特尔18a最快2027年为苹果代工M系列晶片基础版的推文后, 那斯达克业盘直接把英特尔干到涨停价附近。 次日开盘,空头回补,量化追涨,散户,FOMO三线叠加,英特尔以10.2%的阳线收盘。 为什么市场会给出如此剧烈的反应? 因为这次传闻可能真正打破了英特尔身上的IDM诅咒。 三大科技巨头苹果、Google、Meta实际上都已经给出采购意向。 虽然距离实际产出还有几年,但这开启了叙事逻辑的第一步——客户验证。 只要有了顶级客户的订单预期, 英特尔原本那些看似打水票的巨额设备折旧, 就有了变为未来现金流的可能。 目前,特斯拉、博通以及微软等巨头密切关注着 英特尔18A和14A工艺节点的表现。 这些潜在的合作关系是IFS能否实现逆袭的关键。 此前,英特尔刚上任不久的新执行长陈立武曾表态, 倘若英特尔14A工艺无法赢得重要外部客户的青睐, 那么公司极有可能放缓甚至叫停后续先进制程的开发。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14A是生死线, 而苹果的入局恰恰大大增加了这条生死线被守住的概率。 因此,当下的英特尔股价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性质的转变, 它不再仅仅是对一家衰退的晶片巨头的估值, 而是被强行塞进了一张2027年英特尔代工业务取得初步成功的看涨期权。 从估值上线来看,如果有机构敢于预测14A接榜成功, 甚至未来拿下苹果的高阶Pro系列订单, 那么英特尔代工业务的估值倍数PPS完全可以向台积电看起。 届时,这就不是10%的涨幅,而是市值有被拔更高的可能。 苹果一年出货2000万颗标准版M系列晶片放在台积电, 不过是个位数的产能占比,一旦转给英特尔,意义就完全不同。 在半导体代工领域,苹果不仅是大客户,还是最苛刻的支检员。 苹果的这一举动相当于用自己的品牌信誉,为英特尔做了一次背书。 目前的苹果晶片家族中,Trol,Max,Ultra版本不仅集成了极其复杂的GPU核心, 还涉及Ultra Fusion这种通过C中介层将两维晶片缝合在一起的超高阶封装技术。 这种产品的良率容错率极低。 反观这次提到的基础版M系列,它用于MacBook Air和iPad Pro属于走量产品, 结构相对单一,且不涉及复杂的异构封装。 它是验证先进制程良率最友好的小白鼠。 此外,顾名积称,苹果此前已与英特尔签署保密协议, 并取得了18AP先进制程的PDK 0.9.1GA工具包。 此外,苹果正等待英特尔计划在2026年一季度发表的PDK 1.0与1.1。 PDK全称是Process Design Kit及工艺设计套件。 是晶圆厂交给晶片设计公司的密码本和施工规范。 通常,PDK 0.5意味着实验性质,0.9意味着接近量产,而1.0则是正式冻结。 这也侧面说明,双方的合作已经不仅停留在PPT层面,而是进入了实质性的流片验证阶段。 若进展符合预期,苹果计划最早在2027年第二至第三季度, 让英特尔开始代工其最低阶M系列处理器采用18AP制程。 从数量上来看,目前最低阶的M系列晶片主要用于MacBook Air及iPad Pro, 预计今年合计出货量约为2000万台。 对于英特尔而言,拿下M系列处理器,就相当于拿到了进入苹果高阶俱乐部的门票。 或许14A等更先进节点,英特尔还可能继续分一杯羹。 既然台积电做得好好的,良率高,服务好, 苹果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扶持一个甚至还在亏损的英特尔? 这就不得不提苹果执行长库克的阳谋。 一方面,这是一份递交给未来的政治投名状。 不论谁入主白宫,制造业回流都是美国两党最大的公约数。 苹果曾在2025年8月的白宫活动上细时淡淡地宣布, 要在四年内在美国新增投资6000亿美元。 钱要花出去,还得花得响亮。 单纯的研发投入太虚,没有什么比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美国产晶片产线, 更能回应川普政府一直推动的美国制造政策。 把最低阶、量大、对效能极限要求不高的M系列标准版扔给英特尔美国工厂, 既兑现了美国晶片制造的承诺, 又因为失措成本低, 这一招可谓一时二秒。 另一方面, 库克急需要能制衡台积电的对手。 目前,苹果90%以上的先进制程产能集中在台积电手里。 这种单点依赖, 在供应链管理大师库克眼里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建立台积电加英特尔的双供应商制度, 是降低产能风险, 提升溢价能力的必由之路。 这不仅仅是苹果的焦虑, 就在英特尔暴涨的同一天, Google和Meta也被爆出, 正在考虑向英特尔掏出橄榄枝。 研究机构Trendforce的最新报告指出, Google预计2027年推出的TPU-V9, 以及Meta字眼的AI晶片MTI, 极可能采用英特尔的封装解决方案。 这背后的逻辑更加残酷, 目前的AI晶片霸主挥达集, EMD几乎垄断了台积电最先进的CoOS封装产能。 作为后来者的Google和Meta, 如果要开发自己的ASIC晶片, 面临着严重的产能抬积。 与其在台积电门口拿着爱的号码牌库等, 不如在英特尔这里寻找双保险。 总体来看, 英特尔18A最快2027年为苹果代工基础版M系列晶片。 虽然量不大, 价不狠, 却引爆了整个半导体板块。 这里反常之处在于, 市场买的从来不是几颗晶片的利润, 而是一张英特尔等于台积电替补叙事的看涨期权, 即从0到1的估值重构。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